今天带大家来旅行的目的地是阳光海岸 一直想要打卡阳光海岸更隐秘的北部地区 终于在10月份实现了 跟大家分享我们五晚六天的家庭旅行日记 本次旅行的定位是发现更深入 更隐秘 更美的Sunshine Coast 周五下午从西温的马蹄湾出发 一家四口 一车往返 阳光海岸轮渡仅84加比 价格都有点不科学了 轮渡上直接夕阳西下壮丽无边 登岸后直接来到吉普森小镇 海边这家奶奶的酒馆吃个日落的晚餐 太阳西沉 吉普森小镇宁静而美好 饭后在奔袭位于中部彭德港的网红民宿 阳光鹿港居住 休息好 准备接下来紧锣密鼓而又波澜壮阔的旅行 第二天的一早 我们一家四口开车40分钟来到位于 Eggamont基流省立公园 Skukumchek Narrow Provincial Park 来回8公里的trail在当天小雨的天际下增加了一些挑战 9岁的娜娜跟5岁的达达在崩溃之前完成了他们的挑战 令人感到欣慰 在终点看到大自然鬼斧神功的激流现象十分的难忘 这里也是冲浪高手喜爱挑战的地点 偶尔几只海豹也表演着他们游泳高超的技能 雨中来自打卡的人们并不算少 大自然的吸引力可见一般 第一站打卡地点 Eggamont基流省立公园 trail 难度新手级别 个人还是家庭我都非常的推荐 第三天一早阳光路港的西蒙船长跟热情的米歇尔 已经准备好了房车和拖挂 清晨开始了前往北部的行程 首先来到的是Aels Cove码头 乘坐阳光海岸的第二段轮渡 前往北部的Saltry Bay码头 在驱车行驶一段就来到了BC省百年老镇鲍威尔河 Power River 1910年这里建成了一个巨大的造纸工厂 它曾经一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造纸厂 还有多厉害呢 当年世界上没25分报纸 其中就有一份是使用这里的纸张印纸而成的 在工厂附近的海域上面 上世纪一战二战期间 在这里建成了十艘水泥的军舰 他们的作用是作为防波堤 服务于造纸厂处理伐木制作纸浆的用途 如今虽然已经不再起这个作用 也被永久的保留了下来 在浩瀚的大海上 他们庄严的记录着岁月和时间 也向人们展示这里曾经有过的辉煌 古镇中心的帕特里夏影院 Patricia Theatre是一定要打卡的 电影院建成于1913年 是加拿大BC省最早的一家 也是持续运营时间最长的一家电影院 即使到现在他依然在营业 门口有最新007生死交战 亚当姆斯一加二的电影海报 鲍威尔河联合温哥华电影节的展映活动 甚至也在进行当中 半个月的电影节票价只需要12加币 影院的会费加入费只需要2块钱 我得妈呀 现在2块钱还能干嘛 推开影院走进放映厅 历史感扑面而来 旅行当中我喜爱看高楼林立 更爱看保留凝固历史瞬间的老物件旧地点 不是近百年来一些人们的坚持 我们旅行当中就会缺乏了这份感动的机会 开车继续前进 开始寻找今晚落脚的营地 我们既没有选择 Oak River Arm省立公园的湖景营地 也放弃了提前付费早就预定好两晚 浪的小镇的Sunland by the Sea营地 90刀的预定费都不要了 那我们图的是什么呢 看看最后我们选择的Dinar Rock海景营地 你就都明白了 房车停在大海边 前面是岩石和悬崖 远处是我们看到 明天就要前往的萨瓦里白沙岛 在壮阔无垠的海边扎营完毕 晚上当然是要张罗一桌丰盛的火锅大餐 才对得住这个景色 房车跟拖挂在这里设施工具齐全 打造一个奢华营地 对于西蒙船长来说是分分钟的事情 何况他连ATV都带过来了 荒野与奢华可以同时满足 让露营睡个好觉也不再是什么问题 一四天一早我们来到了Lang的小镇 这是BC省101公路的起始点 也是水上计程车的出发码头 六个人往返船票70多到 十分钟水上路程即可到达 萨瓦里白沙岛 Savari Island 被誉为BC省天堂一般最美白色沙滩小岛 这里常住人口仅百来人 夏季岛上的居民会多到2000人 从码头翻过山头就来到了 空无一人的这片沙滩 孩子们也不抱怨前面hiking的无趣 开心地脱掉了鞋投入到玩沙子当中 无边无际的大海细腻美好的沙滩 老天爷说再给你们一点阳光灿烂吧 整个沙滩都被我们包场了 有且只有我们几个人而已 这么难得的美景和体验还要什么自行车 小岛上居民不多 但每一位都很nice 无论是温路还是打招呼 热情淳朴令人感动 离开白沙岛回到营地 西蒙船长掏出来准备好的吉他 在海边唱几首老歌阳光略过营地 大海广阔无边无际 海浪一阵阵拍打在岩石上 听得见海鸟跟海狮的叫声 加上这把吉他和永不过时的歌声 此刻的瞬间本应天上才有 人间若遇到那就是美妙 太奢侈 真的太奢侈了 晚上的星空无数的光芒小顶 如同压在头顶 甚至肉眼就能看得清天上的银河 锦陶拍案让我们必须睡个好觉 第五天一早收拾完了营地 留在这里的是欢声笑语和歌声 不留下的是每一片垃圾 一点点怀念和不舍 那就合影留念吧 返回房车往南开 乘轮度中午回到了阳光路港 一刻患上了西蒙船长的48尺游轮出海 从阳光路港的私人深水码头出发 前往本次旅行的最终 也是最隐秘的目的地 位于阳光海深处的路易莎公主峡谷 海上的航行约三个小时 经验丰富老道的西蒙船长 早就查询好了路线 潮汐和风向 一路上我们乘风破浪 于黄昏安全抵达了路易莎公主峡谷 路上雨下个不停 峡谷景色若隐若现 天色渐暗 我们在峡谷内的码头停靠过夜 这整个浩大的峡谷里边 只有我们一艘船六个人 米歇尔准备的四块肥厚多汁的3A牛排 就是我们的晚餐 就着啤酒 吃着肉 听着外面稀哩哩的大雨 48尺的游艇被命名为Sweet thing 甜蜜的小家伙 内部本来就是一个豪华的两居室套房 电视 暖炉 厨房 沙发 地台 一应俱全 两间大床的卧室 有各自的洗手间 可以如厕 甚至是淋浴 我和孩子们说 今天晚上这里就是我们的酒店 休息好 期待一下明天的好天气 我们会去看海上的瀑布 第六天清晨醒来 船外的世界如同电影阿凡达一般的美丽 甚至有一些虚幻 下船从码头步行几分钟 就可以来到瀑布的脚下 整个峡谷多达60多条的瀑布 从山顶冲刷下来 Chatterbox 4这条瀑布 是其中最大也是最壮观的一个 十月山顶已经开始积雪 阳光照耀之时呈现出金色的山峰 山腰处却依然是云雾缭绕 山脚则是震耳欲聋的瀑布流水的声音流向大海 景色在这里同位中段 大自然就按照自己的规律流动着 我们这些庸俗的人类来都来了 打卡的照片当然是必不可少 一开峡谷的时候来了另一艘帆船 主人驾着卡亚克要去前面看瀑布 他说路上他花了四天的时间 从美国华盛顿州一路乘风破浪而来 还有善地提醒我们 返程的时候要注意当天的潮汐和风向 他一个人旅游 他说这里的景色对他来讲是绝对的硅宝 告别峡谷返程的途中会经过一个狭窄而水流湍急的出口 令人十分震惊的是 在这里盖出来了一个奢华又如仙境一般的度假去处 名字叫马里布克拉布 选择了最选均的地理位置 大房子 住宿 游泳池 要什么有什么 如果你在现场亲眼看到了他 你的想法会跟我一样 咱能不能也来这住上一个晚上 房价要多少钱呢 事后我查询了一下 果然大有来头 我卖个关子哈 住一晚 价格多少啊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那种绝大部分的人想体验也很难实现的一个去处就对了 咱们就在这看看视频先过过瘾再说吧 三个小时的返程 中午就返回到了阳光路港 本次旅行正式结束 带上行李 我们一家四口 顺利的赶上了下一班的轮渡 天黑前返回了温哥华 结束前我们再来盘点一下本次的旅行 从温哥华出发 下午前往阳光海岸 轮渡到达吉普森小镇日落晚餐 晚上在开治网红民宿阳光路港驻下 第二天一早 一家四口 我们来到埃克蒙特激流省力公园 小雨中暴走三小时 八公里打卡 大自然奇观激流现象 第三天我们一行六个人 一辆房车乘坐轮渡继续北上 来到阳光海岸的北部 首先是百年小镇 Power River 拉卡这里最老的电影院 Patricia Theatre 和造纸厂的水泥战舰 然后来到101公路的起点 朗德小镇 在挑三检四之后 入住了海边的营地 遥望次日就要前往的 萨瓦里白色沙滩小岛 Savari Island 第四天放晴 我们登上了小岛 翻越山头 来到另一面的白色沙滩 整片沙滩都被我们承包了 第五天返回阳光路港后 乘坐游艇来到了无人的绝境 阿凡达一般美丽 动人的路易莎公主峡谷 再次无人包场 并在码头靠岸住下 第六天一早 打卡完海上瀑布 Chatterbox Falls 一一不舍地离开这里 中午顺利返回了温哥华 结束本次旅行 那旅行的行程 我在这篇视频的文字介绍部分 都详细地罗列了出来 准确的地理位置和名称 也方便大家 在你下次探索 阳光海岸的时候 可以作为参考 所以收藏一下本篇视频 一定对你下次的旅行 有非常大的帮助 最后严重并真挚地 要感谢一下本次旅行 阳光路港的 Michelle跟西蒙船长阿卫 如果没有他们 就没有这次旅行 也没有旅行当中的这些美景 美食和美妙的瞬间 人们常常说 我们加拿大BC省非常之美 但其实要发掘和体验到这些美好 却也并不是很容易 有机会体验到 就是我们住在 加拿大温哥华地区的 这些朋友们巨大的幸运 活着的意义 我认为就是去看 更多更美的世界 我把本次旅行的 更多文字图片的分享 也以天维单位 发布在了我的小文书里面 之后也会把每天旅行 更为详细的Vlog版本视频 分别的发布 如果你还想看 本次旅行4K高清的版本 你知道去哪里观看的 对吧 好了 欢迎大家去观看和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这一则视频 点赞留言和订阅我的小红书吧 因为我还想带大家去看 下一次更美的目的地 希望有你的同行和关注 才会更加的精彩 最后感谢你收看完了 这么长的视频 咱们下次旅行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